在介绍了日本风俗店攻略后 有朋友留言问是否有为女性服务的风俗店 其实还真的有 女性专用的风俗店虽然数量很少 却在日本大受好评 让我们来揭开日本女性风俗的神秘面纱 最近在日本一场火爆的女性专用风俗店 拥有着悠久的历史 女性风俗店与男性风俗店一样分成不同类型 大致分为三类 性感按摩 上门牛郎 女同蕾丝为中性的形态是主流 全国有40多家店铺 规模本身都不大 不过这是依据风俗营业法申报过的店铺 实际上没有申报营业的情况比较多 包括没申报的店铺我估算有100多家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在服务 真的是以心灵卫健为主的店铺吗 通常跟那些艺人一样 可爱的男人会比较受欢迎 在这一点 中日女性的审美略有差别 与男性的风俗店不同 女性风俗店重点并不是性 而是提供疗养或心理慰藉为主的 女性不仅仅是以身体为享受 更多的是重视心理的感受 因此如果体验过一次服务 和那个服务者的关系很好 他们之间的关系会相当稳定 因为追求真正的关系 所以小而美的经营模式比较能够满足需求 面向女性和面向男性的风俗店 种类也基本一样 有性感按摩 陪吃陪玩和陪睡服务等 其中还有专门为那些不擅长 与男性相处的姑娘 提供模拟交往的服务 以及为那些有特殊SMP号的姑娘开的店 女性风俗店会提供哪些服务呢 通常来说 有性感按摩 上门服务 附睡咨询 同性服务等 上门服务和性感按摩 一般是3万日元到5万日元 随着时间增加 会追加1万日元到2万日元 因为上门时需要交通费 所以整体服务下来 大约要5万日元到7万日元 女性选择风俗店的第一标准 通常是安全性 因为自身是弱势群体 被侵犯也是很难规避的事 如果你想规避掉这些 注意以下两点 选择有营业许可的店 选择能满足自己需求的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